各位同志朋友大家好 很高興又在這個地方 跟各位同志朋友見面了 今天大盤又跌了 很多同志朋友收盤之後 人心惶惶怎麼辦 大盤到底還會不會漲 可是各位同志朋友 我在節目裡面 我一而再再而三地告訴大家 能夠讓你賺錢的不是大盤 而是怎麼樣 而是股票 我們從另一個角度來想 今天大盤雖然怎麼樣 下跌了29點 可是你有沒有注意到 今天漲停的上市公司幾家 5家 漲停的上市公司更多 幾家24家 總共加起來幾家 29家 股票漲停板 為什麼 今天大盤跌了29點 大盤跌了29點 為什麼還有29家 那這裡多好 大盤跌了29點 為什麼還有29家股票漲停板 各位同志朋友 我在上個禮拜五的時候 我有沒有告訴你 現在在流行什麼 現在在流行大型股嗎 有嗎 台積電今天有漲嗎 連電今天有漲嗎 昂海今天有漲嗎 有啦 小漲啦 各位同志朋友 今天大盤的成交量只有800億 831億 831億的成交量 你認為 拉得動大型股嗎 拉得動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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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今天831億的成交量 大盤跌了29點 為什麼還有29家股票漲停板 其中有一家 各位同志朋友 你還記得嗎 上個禮拜五 我在告訴你 大盤流行什麼的時候 我有沒有特別跟你講一檔股票 叫做什麼 叫做 金打 我說這一檔股票 股份小於12億 你一定要特別注意 有沒有 今天 今天 各位會員 我們手上如果沒有金打的話 你來找我 我退還你十倍會倍 我不是光是嘴巴講講而已 各位同志朋友 上個禮拜五我怎麼講的 我說現在在流行什麼 現在在流行大型股嗎 不是的 800億的成交量 你說要流行大型股 說得過去嗎 那800億的成交量流行什麼 流行什麼 流行什麼 不然我們來看嘛 今天總共有29家股票漲停板對不對 好來 你看一下第一支股票上市公司的 行新股本多少 6億有沒有小於12億 有對不對 好 立台 股本有沒有小於12億 有對不對 接下來 如虹股本怎麼樣 大於16億 大於12億 好沒有關係 接下來上尾 股本有沒有小於12億 有對不對 接下來第五支上市公司 東訊股本大於12億 也就是說 在五家上市公司漲停的股票裡面 總共有三家股本小於12億 兩家股本大於12億 好 這是上市的部分 我們再來看一下 上規的部分 這就多了對不對 來 你看一下 英記股本 好 沒關係 大於12億 好 一家對不對 接下來銀帽 小於12億 飛寶小於12億 雙美小於12億 雞雅大於12億 兩家了對不對 一家是什麼 英記對不對 股本大於12億對不對 第二家 雞雅 股本大於12億 沒有關係 接下來再看 繁架小於12億 丹井小於12億 智勤小於12億 居民小於12億 大魚支小於12億 花王小於12億 金麗科小於12億 金打小於12億 洪捷小於12億 浮燈小於12億 洪碩小於12億 圍端小於12億 洪藝小於12億 愛恩特小於12億 紅包小於12億 百分大於12億 白費小於12億 也就是說 在漲停的24家上市上貴公司裡面 一样只有两支股票 股本大于12亿 其他的22家上贵公司 股本都小于12亿 那你告诉我 现在在流行什么 上市家上贵 总共29家股票涨停 其中只有4家股本大于12亿 其他的25家都小于12亿 现在不是在流行 股本小于12亿的股票 那是在流行什么 我说你在股票市场 你想要赚钱 不是说怎么样 随便设飞标 设到哪一支股票 你就买哪一支股票 你就能够赚到钱 哪有这回事 哪有这么简单 你要知道现在股市 在流行什么样的股票 你再从这一些流行的股票里面 再去挑 你才有办法赚得到钱 可是就像上个礼拜我所讲的 12亿以下的股本 的股票 加加起来 最起码 也有五六百家 那你不可能五六百家股票都买嘛 对不对 当然你如果五六百家股票 你都要买的话 那也是可以啦 但是呢 五六百家股票 我们不可能每一家都买嘛 那你怎么样从五六百家股票里面去挑到会涨停板的股票 要怎么挑 你都要买多少 两千六百九十九张 不是二十六张 不是成交两张 不是成交二十六张 我会给你介绍成交两张 成交二十六张的股票 的股票吗 可是他怎么样 金达股本小于十二亿对不对 可是那他的成交量怎么样 两千六百多张 买得到吗 买得到 卖得掉吗 当然卖得掉嘛 上个礼拜我已经跟你讲这支股票 你要特别注意了对不对 你有没有注意啊 你就算今天开盘买对不对 今天开盘多少钱 五十四块 那说盘怎么样 涨停盘 那你也贪两块嘛 那相反的这种盘是你如果去买怎么样 买台积电的话好 台积电开盘多少 一百二十六块 收盘怎么样 一百二十块 哇 很厉害 你今天去买光宝科好不好 你今天去买光宝科 那光宝科开盘多少 四十五块 收盘多少 四十四块 也是很厉害 那你今天如果开盘去买 连电开盘多少 一百二十七块 收盘一百二十六块 够了 那你如果去买红达电 开盘多少 一百三十一块 收盘一百三十块 也是 现在在流行什么 首先你要知道 你不买现在流行的股票 你赚得到钱吗 股本小于12亿的股票 上个礼拜五 9月26号 我也没有告诉你金达 有没有 各位委员我没有要买 那 金达的股本多少 小于12亿对不对 今天一块 今天啊 这就是为什么 有个人说 有个人说 两个人是怎样 你是怎样减五票 我说很简单嘛 第一个 股本要小于12亿以下嘛 对不对 比如说讯达 有没有讲 股本多少 3亿而已嘛 小于12亿 结果怎么样 四支涨停嘛 中态三 股本多少 12亿嘛 对不对 结果怎么样 五支涨停嘛 结态 股本9亿 小于12亿 结果怎么样 六支涨停 至此小于12亿 六支涨停 松上小于12亿 十一支涨停 丹井小于12亿 十三支涨停 客家小于12亿 十五支涨停 但是呢 你不要听我讲 现在流行12亿的股票 你就随便挑一支 股本12亿以下的股票 随便挑随便买 我没有说每一支 12亿以下股本的股票 都会涨哦 那我为什么不挑北的股票 为什么我要挑怎么样 之前我为什么要挑迅达 中态三 日齿 松上 丹井 客家这些股票 为什么 不是只有股本小于12亿就会涨了 还要加上什么 还要加上独家秘方 要是你能不能告诉我 独家秘方是什么 我如果告诉你的话 就不叫独家秘方了 什么叫独家秘方 我是不是告诉你 满街都是牛肉麵 满街都是蚵仔秘方 那为什么有的牛肉麵 特别好吃 为什么有的蚵仔秘方 特别好吃 因为怎么样 独家秘方嘛 那你能不能 跑去跟老板讲 老板 你的独家秘方 能不能告诉我 他会跟你讲吗 那同样的 你也不要问了我梁老师 梁老师啊 你的独家秘方是什么 能不能跟我讲 不能 股本12亿以下嘛 那为什么会怎么样 四肢掌停 为什么 还要加上独家秘方嘛 不然他就不会起了嘛 松上也是一样啊 结态 有没有 股本12亿以下 还要加上怎么样 独家秘方嘛 所以怎么样才会六肢掌停嘛 日子 股本小于12亿 还要加上独家秘方嘛 才会六肢掌停嘛 松上 股本小于12亿 还要加上怎么样 独家秘方嘛 所以怎么样 11肢掌停嘛 单景也是一样啊 小于12亿嘛 客家也是一样啊 小于12亿嘛 那没有我的独家秘方 他会13肢掌停嘛 没有我的独家秘方 他会15肢掌停嘛 所以你不要问那么多 你也不要自己去挑股票 我说过了 不是所有12亿以下的股票 都会大涨 可是会大涨的股票 一定是股本12亿以下 听起来很玄对不对 不是所有12亿以下股本的股票 都会大涨 可是呢 会大涨的股票 股本一定是小于12亿 会大涨的股票 股本一定是小于12亿 会大涨的股票 股本一定是小于12亿 现在这种成交量的水准 鸿海有办法这样吗 台积电有办法这样吗 啊 连电有办法这样吗 友达有办法这样吗 光宝有办法这样吗 你老是喜欢买一些大型股 我不是说大型股不能买 我不是说大型股不好 但是现在这种水准的成交量 可以买大型股吗 你心里很清楚嘛 你买大型股 你到底有没有赚到钱嘛 那这种成交量 你与其去买大型股 你还不如怎么样 还不如怎么样 你听我的话 对不对 股本小于12亿的股票嘛 但是那我还要再强调一遍 不是所有 股本小于12亿的股票 都会大涨 但是 会大涨的股票 股本一定是小于12亿 我不是在玩文字游戏 我只是在告诉你 明天的这一支股票 各位投资朋友 A股 他的股本 就是小于12亿 而且目前还在低档的地方 你现在不追 你现在不进场 将来 我保证你一定会去追高 就像 当时我告诉你单紧的时候 你这里不进场 将来你一定会去追高 就像当初我跟你讲 科家的时候 你这里不进场 将来你一定会去追高 同样的 这一支股票 你现在不进场 将来我保证你一定会追高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将来一定所有的老师 都在讲这一支A股 就像当时我跟你讲单紧的时候 其他老师都没要说 结果 单紧涨到166块 所有的老师都在讲 我跟你讲科家的时候 30块 没有其他老师要讲 可是当科家涨到63块的时候 所有老师都在讲科家 你要去追高吗 你不要自己挑股票 股本小于12亿的股票 不是每一支都会大涨 可是我梁老师我帮你挑出来 股本小于12亿的股票 哪一支没有大涨你告诉我 同样的 明天这一支股票 各位同志朋友 你不要问我这一支股票是什么 你也不要问我独家蜜蜂是什么 好不好 反正我梁老师挑的股票 都是有目共睹的 这一支股票 我保证它股本小于12亿 而且目前你看到嘛 对不对 还在底部嘛 你现在不进场 将来一定会去追高 那你也不要问我 这一支股票将来会像 它 它还是会像 它 天机不可泄露 今天我为了这一支股票 你听清楚 各位同志朋友 今天 你只要给我 一般会员的会费 我要 特别会员的等级 来带你 什么叫特别会员的等级 我们盘中可以互相怎么样 互相交通 互相交流 对不对 而且我会先让你上车 有没有听到 什么叫特别会员的等级 我们盘中互相交流 而且我会先让你上车 我只讲到这个地方 一般会员的会费 特别会员的等级 只有十个名额 我只收十位 多了我不收 十位 好不好 一般会员的会费 特别会员等级 只有十位 好好把握 明天这一档股票 好好把握 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 谢谢 台湾造正 江南园林 山海好景 台北湾No.6 江南大宅 2805-9898 投资是门专业的事业 也是门良心的事业 固德投顾 都有期货股票双振兆 是您投资获利的最佳伙伴 入会咨询专线 02-2578-3000 2578-3000 最专业的投顾 固德投顾 用心 用心 还是用心 是固德投顾给会员最大的保障 也只有用心 才能为会员创造最大的财富 免费资料索取专线 02-2578-3000 2578-3000 最用心的投顾 固德投顾 当您投资失利求助无门的时候 别失忆 固德投顾 秉持良心经营 专业投资帮助您 拥有期货股票双振兆 使您反败为胜的最佳利器 入会咨询专线 02-2578-3000 2578-3000 最舔你的投顾 固德投顾 头痛 请用五分珠 去记贴 请用记贴五分珠 五分珠 快够好 爸爸 儿牌 儿牌气密窗 专利复了是岛块 学密性能超越国家标准3.5倍 有了儿牌气密窗 家就是宁静的停泊港 在家里打股也是男友 欢迎各位投资朋友 再度来到第二个阶段 我再强调一遍 不是所有12亿以下股本的股票 都会大涨 可是呢 会大涨的股票 一定是股本在12亿以下的股票 各位投资朋友 别的我们不说 上个礼拜我告诉你的金达 股本有没有小于12亿 有的咧 今天这个 之前我告诉你的浚达 小于12亿 四支涨停 中泰山 12亿 五支涨停 借泰 股本小于12亿 六支涨停 日池小于12亿 六支涨停 松上小于12亿 十一支涨停 丹井小于12亿 十三支涨停 那为什么我挑的到这些股票 为什么我不挑别的股票 为什么我挑的到这些股票 各位投资朋友 因为怎么样 我知道现在在流行什么 而且我还有独家秘邦 什么叫独家秘邦 独家秘邦 独家秘邦可以告诉大家吗 当然不行 独家秘邦是什么 不传之密 这样了解吗 不是我良好是自私 不是我良好是要留一手 股票市场这么多股票 怎么样去挑到真正会大涨的股票 怎么样去挑到会涨停涨停 再涨停的股票 各位投资朋友 我可以告诉大家吗 如果是你 你会告诉大家吗 各位投资朋友 明天的这支股票 我怎么挑出这支股票的 我还是一样的办法 股本第一个一定小于12亿 而且这支股票目前怎么样 还在底部区 而且还有大家不知道的地方 所以我说这支股票你现在不进场 将来我保证你一定要去追高 就像当时我告诉你单紧的时候 70块 70块在哪里 我们拉近一点 现在不进场 将来你一定要去追高 话我只讲到这个地方 你也不要问我什么叫做不传自秘 你也不要问我什么叫做不传自秘 什么叫做独家秘方 不能够追高 不能讲就是不能讲 满街都是牛肉面 满街都是鱼仔米散 为什么有的牛肉面特别好吃 为什么有的鱼仔米散 特别好吃 你去问这些老板 老板你能不能把你的独家秘方告诉我 我一定不会告诉别人 他会告诉你吗 同样的各位投资朋友 你也不要自己去挑股票 你也不要來問我 梁老師啊 你的獨家秘方是什麼 我可以告訴你嗎 我可以告訴你嗎 但是你不用擔心 什麼股票會大漲 我心裡很清楚 之前我告訴你遜答 之前我告訴你 有沒有 有沒有 之前我告訴你單景 之前我告訴你 客家有沒有大漲 那為什麼你的老師都挑不到這些股票 因為你的老師 不知道什麼叫做獨家秘方 各位這樣怎麼樣 你不要想那麼多 明天這一支A股 股本小於12億 股本小於12億 現在還在底部 你現在不進場 將來我保證你一定要去追高 今天我為了這支股票 我開放十個名額 一般會員的會費 但是特別會員的等級 盤中我們互相交流 而且股票我先讓你上車 我說這樣有沒有 盤中我們可以雙向交流 而且股票我先讓你上車 我告訴你我一般 特別會員跟一般會員 說會怎麼樣差五倍 但是今天我只送你一般會員的費費 但是我給你特別會員的等級 只有十個名額 明天這一支股票 好好把握十個名額 好好把握 祝大家發大財 謝謝 好 誰說了三 好 誰說了三 我是物流專家 讓全球熱愛MIT產品 我很好 非常好 我是Dr.Beauty 讓世界都變美 我是Happy達人 讓香蕉皮變成抗熱衣保健食品 自由經濟示範區才是台灣的潮 既在地又有競爭力 一起炒吧 投資是門專業的事業 也是門良心的事業 顧得投顧 都有期貨 股票 雙振兆 是您投資獲利的最佳夥伴 入會資訊專線 02-2578-3000 2578-3000 最專業的投顧 顧得投顧 用心 用心 還是用心 是顧得投顧 給會員最大的保障 也只有用心 才能為會員創造最大的財富 免費資料索取專線 02-2578-3000 2578-3000 最用心的投顧 顧得投顧 當您投資失利 求助無門的時候 別失意 顧得投顧秉持良心經營 專業投資幫助您 擁有期貨股票雙振兆 使您反敗為順的最佳力氣 入會資訊專線 02-2578-3000 2578-3000 最甜蜜的投顧 顧得投顧 頭痛 請用玉芬珠 去起聽 請用起聽五分珠 五分珠 快夠好 爸爸 鵝排氣密窗 專利負了是島塊 尋覓性能超越國家標準3.5倍 有了鵝排氣密窗 家就是寧靜的停泊港 在家裡打鼓也是白友 歸民開北2011 任務大海破紀錄 2014年10月8號9號 台北大家修兵公園 鼓肉台北翻轉紀錄 無障礙住宅 就是為了使行動不便的身上者 或是生活不便的高齡者 能有一個友善便利 而且安全的生活環境 及居住空間 第一必須要設置無障礙通路 第二要有寬敞的空間 第三是設施無礙等三大要素才行 內圈庫一直致力於打造無障礙住宅 製造通用無障礙的環境 照顧每個家庭 帶給每個人生活上更多的便利 作對功倍啊 我已經找到合格業者 將我那塊被污染土地整治好了 但是最近有一個神秘人 要用高架做的